这一节里面我们讲空间 这是空间是姜恩技术的基石 那么空间 这两个中国字呢 写起来很好写 空间 我们讲空间 那么在讲空间的时候呢 有一个有几句话要讲在前面 从空间开始就进入了姜恩技术的一个实质 那么我不希望 不希望光盘的内容呢 大家去对过多的去外面讲 不希望它流传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理解姜恩技术的尤其是在前两节空间与时间 那么这两节的内容呢 可能也就三四十分钟 但是呢 它的分量会占到光盘的一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证券技术的全部的诀窍就在于对空间与时间的理解上面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这个大家把它拿过去 在广为流传 这是我所不希望的 那么空间在这里呢 我首先从空白开始 那么这是一个空白 什么都没有 我们把它收小 这边的指标收小 那么 咱们去理解它 证券的空间有三种 证券的空间有三种 那么第一种呢 叫做 第一种 第一种呢 我们调成红色 那么证券的空间有三种 第一种呢 叫是这个 是这个黄金分割的时间 黄金分割的空间 然后呢 之后呢 由黄金分割的空间呢 向下演化为 这个 就是说 姜恩的空间 姜恩的空间 然后呢 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 空间变形 首先呢 我们说 黄金分割的空间 首先我们 我们说黄金分割的空间 黄金分割数呢 首先是 0.618 0.618呢 然后 演化出来是什么呢 然后演化出来 一个废式的 一个飞波纳奇的循环 那么这个飞波纳奇的循环呢 是 123 123呢 它的向下一个级别 是5 然后呢 5呢 是8 然后就是8加5 8加5呢 是13 这样去理解 然后呢 13 这个时候呢 那么 13加8呢 是21 我们先说到21 因为证券 它就用到21 那么这样的一个 黄金分割的数的 这种空间 那么 它就 它在我们的 这个 整体的空间里面 这是一个空间 然后呢 它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呢 那么 我们在这里说 这个是0.618的位置 0.618 那么这个0.618的黄金分割 特别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证券呢 回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上面呢 注意 它的这个0.618的分割呢 指的是上面 它指的是 它指的是这个位置 也就是它主要的是这个位置 这是0.618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是多少呢 注意啊 这个是 这个是多少呢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是0.382 注意这两个数 极其的重要 这是0.382 所以呢 我们的证券呢 我们的证券总是 它有一个回调 然后 突破 在0.382这个地方呢 就产生一个回调 这个是 说的是空间 这是黄金分割的空间 那么黄金分割的空间呢 那么在 在软件上是怎么表示的呢 那么在软件上呢 很简单 我们 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这是一个黄金分割的空间 那么 当使用空间的时候 注意 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 它的 就是 空间的 这种 空间的边界 就是 这两条水平线 这表示 这个表示空间的边界 也就是说 你的空间是 首先是 有边界的 也就是说 这样的是有边界的 那么 然后呢 再说 再构成 这个黄金分割的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它出来很多的 这个树 很多的树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 进行一个 就是把这个 把这些树呢 进行 就是把这些树值呢 我们进行这个 就是修改 我们进行修改 我们把这些树呢 全部删除 把这些树呢 全部的把它 这些东西删除 就把这些树全部删除 因为证券里 用不了这些东西 它用不了这些东西 这些树都是用不了的 那么都把它删除 好 这也删除 我们说一个树 就是 首先呢 给定0.618 给定0.618 那么给定这个树 然后 我们只讲这一个树 别的不讲 这就是0.618的比例 那么在这个空间内 然后呢 0.618之后呢 向下 我们给0.382 然后再给一个树值 再添加 那么这个树值呢 就是0.5 0.5的位置 那么0.5呢 再添加 那么这就是 0.382 那么这个就是构成了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证券的一个空间 那么0.5呢 0.5的位置 就是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图形 这个0.5的位置呢 它至关重要 0.5的位置至关重要 这个正好是 就是一半的位置 然后呢 是0.382 上面的 这个上面的0.382 跟下面的这个 上面的0.618 下面的0.382 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就是空间 那么这是黄金分割的空间 那么黄金分割的 在这个坐标图 坐标系上的一个空间 这就是 黄金分割的空间 黄金分割的空间的 数学意义 大家这里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找 可以去查 那么 我所 我所 要告诉大家的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黄金分割树呢 这个是在大自然当中 无论是在大自然当中 在所有的 宇宙当中 这个树的意义 它来自于 人们的经验 就是说 很多的 这个 很多的领域当中 这个树都非常的有意义 都非常的有意义 但是来自于人们的经验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搞不清楚 它对于 工程计算 对于证券的走势 还有对于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 就是具体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 这个搞不清楚 但是我们也 不去搞它了 我也不去 去深究 只是 在这里告诉大家 那么这就是黄金分割的 这个空间 另外第二种空间 就是江恩的空间 江恩的空间呢 来自于 对黄金分割的空间的简化 那么我们 我们删除的所有的图形 江恩的空间 远比黄金分割的空间呢 就是 一个是一方面简化了 另一方面呢 它增加了 它增加了角度线 所以的话 我们讲 江恩的空间 我们要从正方形开始 我们要从正方形开始 所以 我们现在删除所有的划线 我们从 我们从正方形开始 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边界里面 我们给它一个正方形 就是我们给它一个正方形 这就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不是很正 不过没关系 江恩的空间呢 它讲50%的位置 我们将50%的位置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就 我们就找一下这个50%的位置 我们找一下50%的位置 所以 首先呢 我们是 我们用对角线的方法 找一个50%的位置 这是最精确的 我们就找一个50%的位置 50%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画直线 那么这个就是 江恩50%的位置 这个就是江恩50%的位置 我们用虚线表示 这是江恩50%的位置 那么 另外呢 那么江恩讲究 这个 它说 就是0.75 0.75 0.75呢 就是 4分之3 然后呢 江恩讲 0.25 这个 0.25 这个叫做 水平的空间 就是这个 叫做水平的空间 江恩呢 当我们把这些树 放起来的时候 这些树都放置起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大致呢 比例我看到了 我们把 有些个地方擦掉 就说 我们把这些地方擦掉 当我们把这些树擦掉 全部擦掉 就是 我们只留一条线 只留这条线 那么这就是一个 江恩 只留这样的一条线 那么这个呢 首先呢 这个是比例线 这个是比例线 这个是比例 那么这个 这个是比例 那么 江恩 既讲究 就是既讲究 这样的空间的比例 同时呢 江恩 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 因为价格在 整个的一个空间内运行 就是价格从一点出发 从一点出发 他把空间呢 然后进行这个 进行划分 进行划分 就是这样的划分 那么空间在这样的划分里面 就是这个 这个角 这个幅度 就是在这样的 将 他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把空间呢 划分成 划分成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空间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 他这个空间呢 是一种 就是 等于说 原先的空间呢 是 只是对一个 就是 纵向的比例 进行 进行这个描述 但是呢 他的这个空间呢 他引入了速率的概念 就是引入了速率的概念 引入了速率的概念 就是对 对速率进行了引入 所以这就是将恩的空间 将恩空间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就是0.5 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就是将恩0.5的这个位置 这是将恩的空间 我们提一下 在以后当中呢 我们还会讲 我们还会讲 所以联系到软件 联系到软件呢 它就出现了什么呢 它就出现了阻速线 它就出现了这个阻速线 那么这个就是 阻速线呢 就是将来源于 将恩的角度线的变形 来源于将恩角度线的变形 那么在这个阻速线的空间内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定它的 我们如果给定它的一个 它阻速线跟黄金分割 如果组合起来的话呢 我们会知道 假使 假使这个 一定的这个 假使我们的 假设我们的价格呢 假设我们的价格 沿着 就是 沿着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震荡 那么最后 它所达到0.618的 它所达到的0.618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 就是速率线 与比例线的交叉点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就是 以空间和速率表示的目标位 那么这个 2.3.5.0 这个就叫做 这个就叫做股票的这个目标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有一个倾角 有一个倾角 那么你根据 你根据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运行速率 这个速率极端重要 速率就是 就是这个后面的是T表示时间 这个就是价格 P表示价格 这个表示时间 也就是单位时间所运行的价格 那么就叫速率 那么这个速率呢 除以这个 就是这个目标位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目标位用S表示 也就是说 S 然后底下呢 底下这个是P 然后T 那么最后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一个T 如果这个就是T0 也就是说 这个是T0 也就是说一定有 一定有 那么这段的时间 所以空间在这样的话呢 空间 空间通过速率 首先是这样子 空间 通过速率 然后求出来什么呢 求出来时间 相反 这个时间呢 乘上速率 那么算出来的是空间 所以在整个的 这就是江恩队 证券的 这样的一个 全世界证券的一个 贡献 他第一次把 股票 第一次把股票 变成了股票操作 由人们的经验 变成了一个可计算的精确操作 并建立了一个体系 这就是江恩的空间 江恩的空间呢 通过速率 这个通过速率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叫波动率等等 什么都行 然后呢 它沟通了空间与时间的这种关系 这就是江恩的这个空间 这就是江恩的这个空间 空间与时间 还有一种 我们讲第三个 空间变形 讲空间变形 我们把它擦掉 这个就是阻速线 以黄金分割的这个组合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把它 我们把这个擦掉 我们把它 把这个先删除 第三种呢 第三种我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下 而且 所有的 而且第三种的这个 就是空间变形 以后的用法呢 很多的人 没有任何的概念 而且这个技术呢 是我们 三间课团队呢 自己 经过一年的话呢 现在已经系统化的一个技术 那么叫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叫做空间变形 空间的变形 大家是知道 那么我们给定了 首先做一个图解 那么这个是江恩的50%的线 这个是江恩的50%的线 那么这个就构成角度线 这个就构成组速线 那么这 这0.75 这是0.5 那么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组速 角度线 但是呢 现在 但是我们的坐标呢 我们的坐标平面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坐标平面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给定它的 这个最常用的 那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这个角度线 但是呢 我们的股价是怎么运行的呢 我们的股价呢 我们的股价 是沿着倾斜的通道运行的 那么这样的东西 怎么能运用到这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股价是沿着这样的运行的 我们这个 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把它运行到这个里面呢 我再把它擦掉 重新描述一下 就是说当空间变形的时候 我把题目写在前面 首先呢 一就是正确的 正确的空间是什么样的呢 正确的空间 正确的空间是坐标系 以坐标系 这个叫做时间轴 这个叫做价格轴 坐标系这样子给定之后呢 正确的空间是这样